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期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能把这样的房品当作真品来玩 你也是玩出圈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辨别这个宣德时期的青花龙纹花椒 它的这个真伪 首先呢我们要看气形 那么宣德时期的这种花椒的气形呢 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龙形坝 它的坝 这种所谓的龙形坝应该是永乐时期的 但是呢这件房品的气形呢 又和永乐时期的不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有介绍过 找出来看看就可以了 另外呢我们就是要看一下它的右 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清料的发色 以及看它的文饰布局和绘画 我们看哈 这个从上面往下面就看里边 这个它这个所谓房品做的太所谓的光滑了 这个呢这个是现在因为它技术好 那没办法过去的时候的技术没有这么好 就出现问题 另外呢这个青花的发色 大家看左边的是宣德时期的龙 这个筛子碗的青花的发色 右边是这件房品的青花发色 大家对比可以看得出来 宣德时期的呢是蓝中泛脆 房品呢是蓝中发有一点紫 有一点 而且呢大家看它的这个晕散和流淌 都是人为点上去的 跟这个宣德时期的 所谓的晕散和流淌 那是自然形成的 因为清料和有这个用 在烧结的过程当中 所出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看啊 这个房品是不是看上去 这样就已经很恶心了 你看这个真正道代的 这个宣德的青花 非常自然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能把这样的烂东西 当做真品来玩 你真是没谁了 你大伙都得服你了 再看它的这个所谓的圈足 宣德时期呢 它的这种花椒的圈足 都是这个沙底 没有湿釉 它就湿釉了 这是画舌天足 而且呢宣德时期呢 都是写在这个花椒器的本身 这个款制 它写在这个底部 我们看这个胎 这个他自己弄的 所谓的这种火势红 是实际上的涂 它涂抹了一种药 以后形成的 这是一个方面 我们再看宣德时期的火势红 是在这个胎幼结合处 而且呢 它是一种自然的 一种渐变的过渡 那么再看这个款制 它写在底部的这个 它又弄成了所谓的晕散 极其恶心 再看真正的盗带的 宣德的款制是怎么样书写 大家有了这个对比呢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